請坐 謝謝 謝謝 老實實, 我還是給你面子才跟他吃飯 知道你最好了 謝謝 那個不是你之前的姑娘溫芝嗎? 你叫他一起吃飯嗎? 我只是叫Hason 那他帶他們來幹什麼? 大聲 你好 不好意思, 方醫生 剛才姑醫生叫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不知道原來還約了其他人 會不會阻礙你們? 當然會阻礙 不會 你幫過方醫生, 你們也會的 對, 坐吧 好 舒文 崔姑娘突然說想辭職 我不知道怎麼勸她 所以我帶她過來, 想你幫我勸她 辭職?為什麼? 醫療中心一向都不夠人手 如果你走了 醫療中心就會沒有熟手的姑娘幫我 我做事會很不方便 對了, 蚊子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還是你做得不開心? 崔姑娘沒有不開心 你又知道? 李醫生說當日 崔姑娘主動要求調過來幫我 我們合作得很好, 病人也沒有投訴 崔姑娘還跟我說 她過來幫我之後天天都很開心 還天天都預備午餐給我 我… 顧醫生, 別再說了 其實我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即是走還是不走? 不走了 那叫食物吧 不好意思, 我想去洗手間 你陪我吧 走吧 不好意思, 去洗手間 隨便把你服裝, 別順便給綠茶表看 不用了, 什麼綠茶表? 那個小蚊子擺明是喜歡你男朋友 還在罷錯可憐 買綠茶表的是什麼? 那欺騙不喜歡她就行了 你別這麼沒警覺性 雖然她的心是不喜歡她 但她的行為是沒有拒絕過她 你剛才聽到嗎? 她有那隻蚊子, 替她準備午餐 是午餐 那就是她的蚊子 做過背後的第二個女人, 是嗎? 哪有這麼誇張? Baby, 你是不是太久沒拍拖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女生犯案 手法是陳出不共的? 如果你男朋友的態度還這麼曖昧 你很喜歡女人, 你看緊一點… 她始終是男人 如果她下次不懂拒絕女人 爬上她的床, 那就糟了 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溫芝要辭職? 沒有 那你不如想想 辭職有很多可能性 可能她嫌薪低, 可能她找到第二份工作 又或者她懶惰, 又或者她想放假 又或者她想去玩 又或者她喜歡你 那不如你告訴我我有什麼不做 好, 那我跟規矩做事 我就不會做錯事了 好…我給你一個名單 之後慢慢教你 我知道這件事正好可以對女朋友做 走吧 好, 不得與其他女性單獨吃飯 不可以與其他女性有身體接觸 不可以與其他女性有身體接觸 這件事是兩回事 拍胎你很可以與她風花雪月 但結婚很實際的 整件衣服都是燕眉 你說你跑去哪裡了? 現在關你什麼事 我必須向你交代嗎? 我多謝你為我做的所有事 不過…